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 未来世界丧尸爆发 卷发小伙和牛仔大叔相依为命 住进白宫里夜夜圣哥 还开着加特林战车到处打丧尸的电影《丧尸乐园2》 各种胖揍丧尸的方法 林正言看了都知乎内行 故事还要从几年之前说起 在那会儿 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丧尸危机 一个卷毛宅男意外遇到了牛仔大叔 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搭打丧尸泡泡妞 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转眼之间 丧尸危机依然在持续 这对活宝却已经进化成了丧尸终结者 带着一对姐妹四处流浪 这天 他们把下一个目标瞄准了白宫 经历了浩劫 这时的白宫已经空无一人 只剩下一群丧尸在草坪上游荡 当然了 这对于四个人来说 这群丧尸连塞牙缝恐怕都够呛 没过多久 他们就结束了单方面屠杀 正大光明地入住了白宫 白天想夜里哭 做梦都想去首都 今天终于让他们实现了 可谓是总统轮流坐 今天到我家 美利坚历任总统的办公室 专严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卷毛和大叔都很兴奋 在白宫里打着滚撒花 明明还没到圣诞节 大叔就迫不及待扮成圣诞老人 把总统们的珍藏挨个儿送了个遍 作为情侣 卷毛和姐姐自然而然地住进了总统套房 在林肯他老人家的住室下 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 经过这么久的相处 卷毛已经把姐姐当成了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掏出钻戒向他求婚 可没想到 从小屈爱的姐姐对婚姻恐惧不已 正巧妹妹也厌倦了 每天单调枯燥的生活 两个人稍作商量 就留下了一张字条 开着车跑路了 虽然已经被这对姐妹坑过了无数次 但他们这次不告而别 还是让两个大老爷们儿伤心不已 卷毛把姐姐当成了爱人 大叔把妹妹当成了女儿 谁知道一夜之间就物事人非 其中的落差换谁也接受不了 这一天 卷毛和大叔照例前往超市搬运物资 顺便杀两个丧尸聊以慰藉 却意外遇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妞 图妞妞 图妞妞是个典型的傻白甜 足够漂亮足够可爱 同时也足够弱智 像个画廊一样挂在卷毛身上 不肯离开 图妞妞告诉卷毛 自己一直躲在一个冰淇淋冷藏室里 躲避丧尸 直到今天才终于见到了活人 灾难过后 卷毛见过不少活人 也见过不少女人 但这么漂亮的傻白甜 也是第一次见 于是二话没说 就把她捡了回去 从那以后 隔壁房间一到半夜 就传来奇怪的动静 叫她大叔整夜失眠 你们这群年轻人 就是精力过剩 然而就在当天夜里 白宫里似乎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卷毛和大叔前往查看 这才发现 竟然是姐姐重新回来了 原来姐妹两人 开着车没走多远 就遇上了一个文艺男青年 世界乱到了这种地步 这哥们竟然还背着吉他 手里连把枪都没有 乐呵呵的想要姐妹 载她一程 成长在乱世里 妹妹还没怎么见过男人 被文艺青年迷得失魂落魄 居然吵着要陪她 去找什么猫王故居 还没等姐姐阻止 两个小青年就开着车 一溜一溜的跑了 只留下姐姐在原地凌乱 听闻了姐妹俩的遭遇 大叔气得暴跳如雷 卷毛还想着和姐姐聊聊 感情问题 穿着热裤的兔妞妞 彻底替她宣判了死刑 好巧啊 你也是她的女朋友吗 由于担心妹妹的安全 姐姐从白宫里补充完武器 决定去找回妹妹 为了防止肉包的打狗 卷毛和大叔也自愿跟了上去 至于每天撒娇卖萌的兔妞妞 更是没把自己当成外人 一路上在车里说个没完 哼 那嘴跟裤腰带似的困不上 一天到晚出 叉叉叉叉 姐姐的白眼都快翻上了天 在路上 大叔发现了一辆豪华大巴 急而决定要换车赶路 可还没来得及上车 一行四人就被丧尸给包围了 作为团队 大家分工有素 卷毛爬上大巴负责爆点 大叔和姐姐在下面十枪射击 丧尸们没过多久 就被消灭的七七八八 兔妞妞虽然被一只丧尸抓住了脚踝 好在卷毛骑士救援 最后也平安无事 战斗的过程中 一只特别的丧尸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普通子弹 似乎对他无法构成威胁 只有彻底破坏他的大脑 才能让他丧尸行动能力 看起来这应该是丧尸发生了某种变异 而连想到还在外面乱逛的妹妹 大家都有些担心 由于大巴保胎 大家算是白折腾了一顿 只好老老实实坐上了破车继续上路 还没开场多远 后座上的兔妞妞就变得满脸通孔 跑下车止不住的呕吐 看到没 这就是车速过快的典型症状 看到这一幕 卷毛和大叔都已经猜到了大概 这显然是要变异的前兆 事到如今也只能给他个痛快了 说起来简单 可要对朝夕相处的美女下手 哪有那么容易 卷毛万般推脱 但大叔和姐姐也不愿意松口 无奈之下 卷毛还是拿起枪走进了森林 几声枪响过后 队友兴高采烈地扔掉了兔妞妞的东西 卷毛也重新坐回了车里 脸色惨白 没有了兔妞妞的画牢 汽车里的气氛 过夜一般的安静 从白天一直到黑夜 妹妹要去的猫王古具 终于出现在了眼前 夜幕里荒芜的别墅和黑暗融为一体 怎么看也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模样 更不必说妹妹和文艺男青年的身影 抱着失望 一行三人继续寻找着踪迹 在这时 姐姐在远处发现了一栋亮着灯的旅馆 而且妹妹的车就停在门外 这也让大家瞬间来了精神 什么瞻仰偶像朝拜信仰 说白了还不就是找家旅馆一起睡觉 呵呵 这家以猫王为主题的旅馆 到处都摆放着唱片和吉他 还有各种猫王的周边纪念品 说起来 牛仔大叔也是猫王的粉丝 在旅馆里玩得火热 把找妹妹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听到钢琴声响 彪悍的老板娘拿着枪赶来 把大叔带了个正着 得知大家只是来找人 老板娘的态度软了下来 告诉他们的确有一对情侣前来住店 可惜早就已经离开 临走之前 他们还嫌弃这汽车上的加特林太过招摇 把大叔心爱的座驾给扔在了旅馆 这样的智力水平也不知道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画面一转 文艺男青年带着妹妹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巴比伦社区 在这里 爱与和平是唯一的主题 所有人在进入前都必须融掉武器 在社区里和大家一起随着音乐狂欢 对于妹妹来说 她的整个青春期都在和姐姐一起度过 没有友情和爱情就无穷无尽的丧失 现在来到了社区 自然是激动不已 另一边 牛仔大叔和老板娘也正聊得火热 两个人都崇拜猫王 一见面就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夜里 大叔干脆装扮成猫王 和风云游存的老板娘度过了一个完美的夜晚 但是第二天 大叔就绝望地发现 自己失而负责的加特林坐驾 居然被一辆巨型卡丁车给撞毁了 开始眼前这辆乱入的巨轮越野车 大叔和卷毛满脸蒙蔽 等到车里走下来两个男人 他们更是傻了眼 一个牛仔和一个卷毛 这不就是自己吗 两个牛仔大叔都是脾气火爆 刚刚见面就吵个没完 反倒是卷毛和自己的镜像相见甚欢 一起比对着末日生存法则 别说 诗条里有九条都是一模一样 还真是巧妈给巧开门 巧到家了 旅馆里大家泥言为一语 可还没聊上多久 一群丧尸就跟着车声找了过来 新来的这对搭档自告奋勇 要和大家表演温酒斩花熊的戏码 清理满丧尸 冒牌牛仔吹嘘着自己的事迹 越说身子越斗 抖着抖着就变成了丧尸 追着大叔满屋子乱跑 意识之间 旅馆里鸡飞狗跳满地狼藉 大叔和卷毛手里都没有武器 只能满屋子乱窜躲避丧尸 关键时刻还是老板娘 一如既往的彪悍 对着丧尸八枪就射 几声枪响过后 大叔和卷毛的命算是保住了 坐驾算是没了 那辆神奇的越野车 怎么也驾驭不了 大叔和卷毛回头土脸 重新挤上破车去寻找妹妹 临行之际 老板娘对大叔念念不忘 给了他那座社区的地址 还不忘叮嘱他 记得回来再续欠冤 这一路上 各种奇葩事件层出不穷 三个人的心情都有些烦躁 可就在这时 暗送秋波 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丧尸都会开车了 还是个老四季 事实上 土牛牛并没有被摇 他的症状只是不小心 吃了坚果过敏 而在树林里 卷毛也没能狠下心来 只是对着天空 看了几箱 把土牛牛给放走了 傻人有傻夫 土牛牛不仅没碰上丧尸 还开着车 满世界乱跑 这才重新遇到卷毛 回归了队伍 有了土牛牛的调气 旅途不知不觉 变快了许多 没过多久 他们就找到了 一番争执过后 大叔还是放下了枪 走进了社区 时隔许久重新相见 妹妹和姐姐激动地抱在一起 卷毛和土牛牛 也对这里的一切好奇不已 相比之下 日常冷酷的大叔 则显得有些惆怅 他看到妹妹在这里 满是笑容 不得不接受了一个事实 孩子们终究有长大的一天 自己事事后放手了 当天夜里 大叔告别了众人 独自开着车离开社区 重新回到了牛仔的独狼生活 然而社区的欢小珍 还在脑后 他的汽车又遇上车祸了 大叔气急败坏 可仔细一看 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社区里的烟花实在太过嚣张 不知不觉吸引了一大批丧尸 朝着社区的方向狂奔而去 其中很多还是新变异的品种 大难当头 大叔立马掉转车头 跑回社区和大家通风报信 然而社区里的人们玩音乐在行 打丧尸那是纯属白搭 更何况 所有的武器都被容了 总不能用吉他和丧尸 solo吧 求人不如求吉 大叔带着卷毛和姐妹 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 火攻 在众人的目光下 丧尸群冲破围墙 顿时被满地的火焰所包围 汽油爆炸后 发出耀眼的火光 丧尸面随之化为灰烬 可是相比起庞大的丧尸数量 有限的汽油终究是于事无补 大叔的计划失败 和大家一起被困在塔楼上 眼看就要领了盒饭 危急关头 隐轻的轰鸣声突然响起 只见老板娘看着巨轮越野车 冲进了这区 在这大叔他们在丧尸群里 横冲直撞 左右甩围 外带飘移 丧尸们如同旧菜般纷纷倒下 只不过 老板娘的车技比大叔高不了多少 耍帅没过三秒 汽车就翻在了路上 大家只能跳进了塔里 意外一桩接着一桩 到最后也只能靠大叔了 在所有人的目光里 大叔使出了吃奶的阵 领着丧尸一路狂奔 一直冲到了高楼楼顶 一步两步三步 大楼边缘越来越近 大叔纵身一跃 抓住了掉屁 其他丧尸们则纷纷 坠下楼顶 摔了个粉身碎骨 两只跑得慢的丧尸 似乎是得了恐高症 拽住大叔的两条腿 死活不愿意撒手 好在妹妹突然想了起来 大叔曾经送给自己 一把手枪当成礼物 这才掏出手枪 解决了丧尸 危机总算是解除了 大难不死 那些曾经不敢说出的话语 都被一口气清吐了出来 大叔和老板娘抱在一起 姐姐选择原谅卷毛 接受了她的求婚 故事最后 疫情人看着跑车行驶 在公路上 继续开始他们新的冒险 而去往哪里 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他们都拥有了 最为珍贵的东西 家 这就是电影 丧尸乐园2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视频